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总不能经常去见前夫的儿子 把小雨扔在家里吃外卖吧 什么叫前夫的儿子 彭彭可是我的亲儿子 我刚想还口 魏宇赶紧拉住我 说我不常去看彭彭 下班就赶紧回家来给他做好吃的 婆婆说了口气 这样最好 小雯啊 这是你第二次婚姻 你可得好好经营 魏宇盲目的地点头 我白了他一眼 回了卧室 公婆走后 我去卫生间洗澡 魏宇在门外跟我道歉 说公婆突然上门 她也不知道 说老人只是盼着我俩好好过日子 没有别的意思 我嘴上说知道了 心里却不舒服 和魏宇结婚前 我曾有过一段回忆 前夫不务正业 爱玩 爱耍 家里大小事她都不管 完全没有尽到一个丈夫 和父亲的责任 离婚的导火索 是一次争吵中 她动手打了我 我爸妈得知后 上门找她理论 我爸被她起的心脏病发作 还没送到医院 人就走了 之后我起诉离婚 儿子蓬蓬是有奶奶带大的 所以判给了前夫 离婚时蓬蓬才五岁 我知道我对不起孩子 让她小小年纪就失去了完整的家 可我无法跟一个气死我爸 还打我的男人继续生活 离婚和我一直一个人过 不愿再开启另外一段感情 前年我妈查出癌症 她求我找个好人嫁了 这样她才能放心地走 为了让我妈安心 我开始四处相亲 直到遇到魏宇 她比我大一岁 没结过婚 在众多相亲对象中 她条件一般 但甚在没有复杂的家庭关系 我同意和魏宇交往看看 三个月后我妈病重 魏宇跟着忙前忙后 我妈去世是她陪我安葬我妈 伴我度过那段最难的日子 她跟我求婚时 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钱财条件都是身外之物 经历过一段失败的婚姻 又接连失去双情 我只想要一个心疼我的爱人 一个安稳的家庭 我曾有过担心 我离婚还生过孩子 公婆和魏宇会嫌弃我 婚前魏宇跟我发誓 她爱的是我这个人 无论过去我经历过什么 她只想跟我共度余生 公婆也表示 只要我好好跟魏宇过日子 他们不会介意过去的事 更不会干涉我跟蓬蓬相处 可这才结婚半年 他们就对我看望蓬蓬颇有意见 要知道 我一周不过跟蓬蓬相处几个小时 孩子已经够可怜了 难道我连偶尔看望一下都不可以吗 很快到了蓬蓬的生日 我买了她一直想要的乐高赛车作为礼物 生日当天 我要带蓬蓬出去玩 就在我准备出发时 婆婆来了 她一看到鞋柜上的乐高盒子 脸就拉长了 拿出手机 拍了一桃 好家伙 这么个玩具要八百多 你也太舍得花钱了 婆婆摆了我一眼 我强忍着心中的不爽 回道 孩子一年才过一次生日 而且 这是她一直想要的玩具 孩子不能宠着呀 哪能是要什么给什么 再说 魏宇一个月工资才多少钱啊 经得住你这么花 婆婆阴阳快起的 阿姨和蓬蓬约定的时间快到了 我说了句 花的是我自己的钱 提着玩具出了门 一路上我心口都堵得厉害 我已经很亏欠蓬蓬了 难道在婚后 连给孩子买礼物的权利都没有了吗 我是老师 收入尚科 为了避免公婆和魏宇 觉得我用夫妻共同财产 我给蓬蓬花的钱都是婚前的存款 以及我妈房子的租金 爸妈去世后 房子留给了我 我把房子出租 一个月有三千租金 这房是我的婚前财产 房租自然也是 我用婚前财产补偿蓬蓬 有什么错 寒假时 我准备带蓬蓬去海南小住半个月 公婆也要同去 难得和孩子一起度假 我内心很不愿意带着公婆 但公婆一再开口 我也只能答应 蓬蓬想住海景酒店 公婆却要住便宜宾馆 说宾馆就是睡觉的 出去玩的时候自然就看见海了 蓬蓬想吃海鲜大餐 公婆却掏出来四碗泡面 说海南是来旅游的 家里市场上海鲜多的是 蓬蓬想喝椰汁 婆婆让买口全水 蓬蓬想买点纪念品 公婆拦着说淘宝上多的是 蓬蓬气得大哭 抱着我对公婆喊 我讨厌你们 我心疼孩子 第二天给公婆发了个微信 转了一些钱 然后带着蓬蓬单独出去玩 从海南回来 公婆轮番跟温语告状 说蓬蓬没规矩太顽皮 不讲礼貌还任性 你们以后生了孩子 可不能跟蓬蓬玩 虽说是同母义父的兄弟 但必须少接触 不然都跟着学坏了 我气得反驳 说蓬蓬这么小 这样不是很正常吗 出去玩就要玩得痛快 要是什么都精打细算 还不如在家待着 公婆跟我争论 这次我也围绕着他们 最后不欢而散 某次我去接蓬蓬出来玩 觉得她情绪不高 眼眶发红 便问她怎么了 她说想学游泳 爷爷奶奶舍不得抱班 爷爷教她游泳 动作非常不标准 被同学吵笑了 我心疼孩子 立刻带她抱班 交了三千多学费 晚上洗衣服时 我掏出裤兜里的收据 随手放在了一边 魏宇洗澡时发现了收据 拿着收据问我 这游泳班是你花的钱 一直以来都是公婆 对我和蓬蓬亲戚有意见 魏宇从中劝和 我以为她不在意这些 点头称是 魏宇严肃了表情 拉着我的手 小文 你每个月都要给抚养费 该进的义务都已经进了 这些钱就该你前夫家出 我一争 说现在养孩子花销这么大 一个月一千的抚养费并不多 我这个当妈的本就亏欠孩子 孩子只是想学个游泳 才三千块钱 我出钱怎么了 魏宇说我俩结了婚 钱就是夫妻共同财产 总是这么补贴 以后怎么过日子 我抽出手 冷冷地看她 你放心 我没花夫妻共同财产 这钱是我妈留给我的房子的租金 是我的婚前财产 我有权自由分配 魏宇愣正地看着我 张张嘴到底没说什么 这一晚我俩头一次背对背睡觉 第二天是周日 公婆一早就上了门 美心明曰给我俩送早点 舌子一进门就开始 明里暗里的暗示 说我以后有了新生活 就该跟以前做个了断 了断 怎么断 难道让我不管亲生儿子吗 我气得回对 婆婆皮皮嘴 谁能这么大多 看着儿媳婚一个劲地给前夫加花钱啊 我说我是给儿子花钱 不是给前夫花钱 你们婚前说会不在意 也不会干涉我和朋友 怎么结了婚就变样了 我们再开明 你也不能把钱都贴给那边的孩子吧 不然你跟魏宇以后生了自己的孩子怎么办啊 公公跟着帮腔 我说不管是哪边的孩子 都是我的孩子 我不会厚此薄彼 再说房子是我妈留给我的 我妈离世前盯住我 蓬蓬可怜 房租都补贴她 千万不能委屈她 这些钱都是婚前财产 你们无权干涉 公婆一听这话软了太多 说他们也只是跟着瞎操心 既然我跟魏宇结了婚 我们小夫妻俩有商有量就好 他们不会过多干涉 虽然公婆这么说 我心里到底是戏上了疙瘩 我明白 只要我对蓬蓬好 公婆心里肯定会不舒服 魏宇也会 但我绝不会因此就亏待蓬蓬 就算以后又有了孩子 也不会少爱蓬蓬一分 期末考试时 蓬蓬英语没考好 给我打个电话 说想报个英语班 我带她咨询了几家 最后报了课 学费七千块 这次我收好了收据 不想再被魏宇和公婆看到 不是心虚 只是不想涂增烦恼 晚上我睡得迷迷糊糊时 被魏宇摇醒了 她问我 微信里支付记录是怎么回事 上面显示某英语机构 是不是我瞒得她给蓬蓬报班了 我气得一把抢过手机 质问她有什么权利查看我的微信 就算是我给蓬蓬报班又如何 这是我妈的财产 她要求给蓬蓬补贴 谁也管不着 我只是盯着魏宇 如果你继续这样 咱们就离婚吧 趁着还没孩子 这样对你对我都好 蓬蓬是我的命 这辈子我都不会舍弃她 我给她花钱也好 给她房子也罢 都与你无关 魏宇吓坏了 忙跟我道歉 说她只是突然看到这么大金额的支付 脑袋一时发昏而已 我没说话 背对着她躺下 蓬蓬改掉了手机密码 对这段婚姻 我已经开始动摇 我不知道 自己当初的选择是不是错了 第二天 我去学校接蓬蓬 要带她去吃好吃的 蓬蓬说她作业很多 得赶紧回家 不然写不完 我只得把她送回爷爷奶的家 周末我给她打电话 说带她去买新衣服 她说 约了同学打球 之后几次我约她 她总是说有事 对我各种躲避 我思来想去 实在想梦通她为何态度大变 某次送她回家时 静止问她 是不是我做错了什么 希望她能告诉我 我会改正 蓬蓬迅速看了我一眼 纯一张一合 吞吐观天 说我没做错任何事 她只是作业多 压力大 可现在都在减负 她的作业根本就不多 我们母子关系一直很好 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出现隔阂 晚上我接到蓬蓬奶奶的电话 问我怎么还不把蓬蓬送回去 我吃了一惊 说四点多我就把她送回去了 蓬蓬奶奶一听急了 说蓬蓬一直没回家 我换了鞋就往外跑 想到蓬蓬最近的反常 担心得要命 我找了许多和蓬蓬曾经去过的地方 都没有找到她 她还只是一个孩子 这么晚了 我担心她有危险 我不停地给蓬蓬打电话 她始终没接 我怕急了 如果我的儿子出事 我会恨死我自己的 深夜店铺商场都关门了 我知道蓬蓬怕黑 一定会找个有光亮的地方待着 我一家一家麦当劳的找 终于在一家麦当劳的角落座位里 发现了全走成一团的蓬蓬 我的泪情靠落下 上前抱着她 不断地呼唤她的名字 蓬蓬姑的满脸是泪 在我怀中抽搐 为爷爷奶奶说 说你以后就要做别人的妈妈了 以后就不要我了 让我不要再找你 原来竟然是公婆 可怜蓬蓬才这么想 他们如何忍心对一个孩子 说这样残忍的话 不 不会的 妈妈永远都爱你 妈妈永远都是你的妈妈 我抱着蓬蓬 不断地亲她 不断地承诺 这一刻我才知道蓬蓬对我是最重要的 是我无论如何都无法割舍的 把蓬蓬送回家后 我回了家 我一个公婆都在 我对着公婆哭喊 质问他们怎么能如此对她一个小孩子 公公冷着脸道 再不这样 不说房租 你连房子都要给蓬蓬了 你是我们魏家的儿媳 财产自然要留给我们魏家的孩子 我说那是我爸妈的财产 我妈说了 房子留给蓬蓬 我必须遵守老人的医院 婆婆一听就齐了 说我离婚生过孩子 亲戚朋友都在背后戳他们的脊梁骨 要不是看我工作好 又套房子 他们怎么会让魏宇娶我 魏宇让我跟蓬蓬断绝关系 跟她再生个孩子 好好过日子 无论我以后生几个孩子 蓬蓬永远都是我的儿子 我绝对不会跟她断绝关系 我激动的还是这样的话 我妈从来都没有留过那样的遗愿 我早就想好 无论今后我有几个孩子 房子都会平分 我这么说 只是为了炸出魏宇和公婆的真心话 我跟魏宇提出离婚 她多次往回 我不为所动 她只得同意 离婚后 我多了很多时间陪伴蓬蓬 她比之前开心了很多 现在的我 只想陪伴孩子健康成长 持有感情 还是交个缘分吧 下一次我一定会擦亮眼睛 找一个真心爱我 接受蓬蓬的人 我不求她对蓬蓬事如己出 至少不能排斥 怨恨 更不能伤害蓬蓬 否则 我宁愿一辈子单身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你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钥匙